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教教育民分析师 好的 今天台股涨了三四点 主要原因是台积电 这个偷拉尾盘 真正有实力的股票 不用尾盘再拉 盘中大给你看 拉涨停给你看 你没实力就偷拉尾盘 好 那我们看到 今天在516 尾盘拉到520 台积电怎么研判 其实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先看大盘 好 大盘在这里 盘整了51个交易日 这一段的这个区间 大概是787点 目前盘整51个就第12周了 未来行情能不能突破 不可能永远盘在这里 那突破只有两个方式 要么就跳空 往上突破 要么就长一K棒 向下灌破 不管向上还是向下 一旦分出来 后面就是一大段行情了 所以你这个地方 你要非常非常地小心 当然这段已经涨了 3344点 未来到底是向上机会比较大 还是向下机会比较大 那我的研判是向下机会比较大 这一段你涨3000多点了吗 不是说没有做多 张老师你一路嘎空上来 没有 不好意思 我到315之前 我是没有做任何空单的 这一段是做多上来 到了这里之后 开始才怎么样 反手不空 那我们说为什么 盘整完一定会分出来 三国就有讲 三国也就有讲 话说天下大事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你把三国一看 第一章就写这个 那同样的道理 股市也是一样 它不会永远盘在这里 不可能 已经盘12周了 说真的已经够久了 未来一旦分出输赢来 胜负分出来那一天 你一定要把方向做对 因为下去可能就是一大波了 好 大跌之后一个盘整 通常是会涨 你说所谓打底 对不对 你已经大跌一波了 然后开始不跌 在那边盘整 通常这种情形是会涨 第二个 大涨一波之后的盘整 有啊 现在你涨3344点啊 对不对 大涨之后一波的盘整 通常都下跌比较多啦 因为天下大事 分酒必合 喝酒必分 跟三国讲的是一模一样嘛 你盘整完一定会怎么样 会有不同的变化 不可能永远盘在这里 所以未来如果往下 你要记得要避开 好 那我们说这一段 哇 真的盘很久 51天了 12周了 已经涨3344了 不是没涨 未来要上去 那势必要更大力多来支撑 对啊 你都已经涨3千多点了 你还要再往上攻 要涨4千 等下5千 等下创历史新高 那你的力多在哪里 我看可能只有一个力多 大陆把台湾病掉 台币直接换人民币 派一个来选总统 代理人来选总统 哇 大家都愿意 每个都愿意台币换人民币 财产膨胀4.4倍 这时候派一个人来选总统 代理人来 大家选他 总统换人做了 不然也是不可能 我觉得这个地方 台股市上已经涨太多了 来到这里 目前的利空还是相当的多 基本面说真的 利空因素很多 不管是半导体 不管是低润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操作上 一定要小心谨慎 会这样做的人 都是把客户的钱 当自己的钱 一样来看待 那如果正常要收 业绩老师他不会这样讲 每人都给你喊冲啊 喊冲才能收会员啊 不是吗 你想买呢 你想买我就请你买啊 很简单啊 良心先蒙蔽在旁边嘛 但是我不会这样做啦 我觉得这样不好啦 好 股市里面要赢 你要成为一个赢家 他必须具备五种能力 这个赢 中国这个赢非常有意思 你看上面是个王 王就是危机意思嘛 这个口 口代表你的表达能力 你要成为赢家 你要会表达 所以你看很多啊 这个很有成就的人 通常都很会演讲 你看马云也是很会演讲 对不对 所以赢家他一定有表达的能力 非常的棒 接着这个叫做月 月就是时间 要有时间的概念 一样股票你买在这里 你没有涨 别人涨了 你可能就输了嘛 所以时间概念一定要有 这个背呢 背就是取财有道 不要见财忘义 忘了只有看到利益 没有看到义 不可以 看到钱 眼睛就花了 三个这个叫凡 凡就是平常心了 你不要动一定会怎么样 有时候欲速者不达 行情没那么好 那你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说赢家 原来要具备这样 危机意识 表达能力 时间的概念 取财有道 不能昧着良心 平常心 这样就能够成为赢家 你非常有意思 王口越被返 就所谓的赢家 这个概念 好 那我们大盘在这里 这是去年最高点 对啊 18619都在这里 最高点附近 12月到了 12月底了 最高点 没有几天啊 最后呢 麦克逊要出现 两个 三个挂掉转空了 来你看 区域线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筹码线早就已经 自理破碎了 东隆线早就跌破了 最后一旦跌破下去 最后一个反弹 然后呢 然后就 就下去了 有吗 有啊 哎呦 哎呦 这段就是5,990点 所以这段原子上 不可能看不懂 这一定空头格局 所以很多人在这段 就去年嘛 一样每天做多 不退场 最后把钱都输光了 很多人都 每天很多啊 每天很多啊 一辈子没有讲 大盘要转空啊 跌快6000点 谁提醒 我一定有提醒嘛 很多人都不相信 不相信最后就拿自己的财户来 换教训嘛 所以这段下跌是非常恐怖 6000点耶 很可怕 股票跌6成跌7成 好 就这一段 看到吗 没错嘛 所以这一段要不要避开 从2021年的蛇云 再看一次哦 这里就有危险啊 看到吗 看到吗 为什么 投资员已经出现 麦克逊要警告你了 再往上拉的时候 出马线怎么跌破 动线也跌破 来到历史最高的点 其实这个架构是不对的 看到吗 第一线 多但是不强 第二线跌破 第三线也不强 接下来两线跌破 接下来连第一线都跌破 出现麦克逊到 麦克逊到 第三个麦克逊到 然后蹦就下去了 这段下去 就这样下去了 这段就是6000点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有危险 我一定会先跳开 就是我的钱在操作一样 有一天赞云民退休了 我不带客户了 那如果自己来操盘 我也是用这种态度啊 有危险有危险 我会把他就退场 他把他就反手反空啊 我怎么可能傻傻作多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顺着趋势做 顺着趋势走 财户一定有 那反过来 如果你逆势操作 好啊 你买多单看看啊 你看你这段 可能就要赔6000点了 为什么 趋势转空了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观念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危机意识 不论做股票 每天之下还充 没有的人 很简单就赔6000点 5990 这一段最后是反弹上来 还是跌了4400多点 好 前世不忘 后世之时 过去时间不要把它忘记 这可以当做未来的老师 懂意思吗 所以不要把去年而已 散路就没办法 就欠忘啊 去年才跌快6000点 现在很快就忘记了 下一次一样再买 这第二次高点 那就完蛋了 好 那大盘到底什么格局 今天是这个 17号 大盘的格局很简单 怎么自理破碎 对啊 这三线交过就是不对啊 为什么还没有跌 下面还有些买进去 如果没有这些找就崩了 好 所以我们三线自理破碎的时候 我操作一定会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 那如果你看电子股更危险 三线早就破两线了 都已经跌破了 危险更大 大盘事运还有传产股撑着 还有些基电撑着 相对好像稍微还好一点 但这格局也不对 架构都不对了 这样同意是吗 是这种格局 我的看法 我想我已经讲很多次 我就不太多说了 好 那这一段下跌 不要忘记了 这一段加近6000点 很多人都赔到这一段 为什么 因为不尊重趋势 转空了硬要做多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顺着趋势做 永远是对的 好不好 来 趋势跟财务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趋势跟赢家 两个是兄弟 一个是兄弟 一个是朋友 所以财富 赢家 趋势 这三个是串联在一起的 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这顺着趋势走 财富一定有 不要跟他逆着操作 大盘一样 个股一样 这是不能违背的 懂意思吗 趋势 财富 赢家 他们三个本来就是三胞胎 好朋友 对不对 所以三个是串在一起 穿同条裤子 好 那我们台积电在这里 跟大盘一样 盘50一天 今天在516 收盘 硬拉4块520 高点 这个546 说真的 这个地方520 520 不是600块 下次老天爷礼物吗 差600块还很远 已经一年以上 看不到600块了 有啊 确实啊 一年以上没有看到600块了 所以你想想看 台积电什么格局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卖出去闹 三线跌破了 这格局完全不对了 既然完全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做多呢 前阵很多人都在喊 昨天突然到礼拜五 没有人讲了 礼拜五跌到500亿基 没有人讲了 前几天还很多人在讲 台积电看好 看好 最后你发现了 都错了 跟你讲看了台积电 也不现在看好 早就看 去年看好到现在了 所以你想想看 这格局对吗 这格局不对啦 三线交付破坏掉 那不对为什么要喊多呢 不是嘛 到底是真不懂 还是没着良心 我也不知道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看得清清楚楚 你三个操作 轻松手 不要跟趋势违背 懂意思吗 不过身体比较不走 整体比较不走 那就麻烦了 台积电 今天新闻4月17 台积电下船 船下修 今年的资本支出 把资本支出 下修了 为什么要下修 如果很好就不用下修 订单那么多 要赶快增加产能 机器多买一点 多买一点 不是吗 为什么要把资本支出 下修 产能没有那么好 还有很多闲置的产能 那当然就是营收会衰退 第一季发布出来是衰退 没错嘛 所以你看这种情绪下 你说它有多好 能有多好 为什么一直看不到600块 超过一年了 不是600块下老天爷礼物吗 为什么一年都看不到600块 这就有答案告诉你 不是吗 这答案都很明显 这不用多说 所以我们台积电 600块下老天爷礼物 是吗 现在有多久 一年以上没有看到600块了 所以这句话 将在股市里面流传 成为千古的消化 不是吗 所以不能信口开合 解盘不能随便乱讲 乱讲会变得笑 懂意思吗 随便讲一句话 每个人都讲 朗朗上口 现在碰到很多投资人 朗朗上口 600块一只老天爷礼物 老师我套了台积电 套了多久了 我说你活该 我讲转空你为什么不跑 那你为什么去买 然后我就听别 听别你还参加委员讲干嘛 你还跟我讲干嘛 你去找他 你找我干嘛 不是吗 所以不要乱听 不要嘴巴 我们老师这要 要谨受奋计 不能信口开合 这样会害死很多人 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知道这条是600块 哇真的超过一年看不到了 现在520 虽然你看多少 套在600块以下 哇一大堆 对不对 600块超过一年 看不到600块了 那你看这条线 520拉过来 哇天哪 这上面筹码套多少 数不清 所以我们说台积电 现行的确是有相当大的卖压 那我们知道看对行情 会得到很多客户 得到很多粉丝 这叫善缘 为什么 他跟你都是 因为你讲对了 他认同你 变成你的客户 变成你的观众 这个叫做善缘 那反过来 如果看错呢 看错行情 然后得到很多粉丝 得到很多客户 收了很多会员 这个叫恶缘 你把很多人都害了 不是吗 那炫料说我粉丝最多 那多要干嘛 你好像你讲错一整年 还有什么多不多 得到很多粉丝 那不是恶缘吗 那我们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你看这个恶缘 会产生善报吗 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记得 要把自己的专业才能 要多多提升 不要每天鬼扯淡 乱讲话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跟台积电这段 哇天哪 跌了46% 那这段到底什么架构 从688跌到370 这段跌46% 在股神系统里面 呈现什么格局 哎呦天哪 这怎么可能看错呢 不可能吧 对不对 这么明显的卖出讯号 这么明显的压力 那怎么可能看错呢 怎么可能600块 下老天爷礼物呢 鬼扯啊 好不好 好 上面乌云密布 接下打雷 接下打雷 所以很多人就变落汤机了 怎么乌云密布 你看上面 乌云密布啊 不是吧 乌云密布啊 这不是乌云密布吗 然后就下大雨 然后就打雷 打雷下大雨 然后最后很多人就 淋得落汤机了 所以看到乌云密布 要赶快 怎么样 找个地方躲起来 买个雨伞 或是干脆去喝咖啡 等雨过了再走 不要 乌云密布 你还是往前冲 当然会被 淋得落汤机 甚至搞不好 被雷打到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股市里面 这种人最惨 叫石头头 五五个做 傻傻做 转空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跑 傻傻往前冲 最后呢 最后当然受中伤 股价就得46%给你看 所以股票操作 是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好 那我们说啊 很多人为什么 在股市里面赔很多钱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 什么原因 就是他买到 不应该买的股票 就像爱到一个 不应该爱的人 那你爱到一个 不应该爱的人 会有结局吗 这个不会有结局啊 对啊 你有老婆 要爱一个小三 那最后一定会分手 对啊 生到小三 就想不开 对啊 那当然都不好啊 所以爱到一个 不应该爱的人 这不会有好的结果 就像你股票 买到不应该买的股票 那你要赚钱 不可能 一定是赔钱的嘛 好不好 所以股市会多空循环 一定要记得这个道理 这个天气会啊 阴晴延切 对啊 阴晴延切 天气会晴天下雨 一天里面 有时候白天 太阳下山变黑夜 所以白天晚上 不断的循环 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不断的循环 所以不可能 每天出太阳 也不可能 每天都是白天 不可能 所以它会循环 也不可能 每天都是兜头 所以转空 你要注意避开 好不好 好 新手看价 老手看量 高手看筹码 赢家看趋势 要掌握趋势 你才能够成为 真正的赢家 因为赢家跟趋势 是好朋友嘛 好 这一段 没有避开就完蛋了 来 所以我们刚讲过 回到 2021年的12月 历史最高点 18619 有什么迹象 当然有啊 我们刚讲过 很多物影密布吗 麦克逊要出现吗 二三线找到跌破 接下来第一线 转漏甚至跌破 转空 然后就下去了 反弹之后 然后就崩了 对啊 去年就像跌了 很多人搞不清楚啊 然后最后每天 拼命喊多 最后都害死很多人 所以我们的树 不会涨到天上去 这是我在大陆 他们讲的一个话 就树要一直涨 一直涨 涨到天上去 散户认为股票 一直涨 一直涨 涨 涨到天空去 不可能 不要傻了 股票该回档 就会回档 所以转空你要注意 利润小 风险大的事不要做 网上的空间很有限的 这个利润很小了 但是等一下 怎么样 会让你断头 利润小 风险大的事不要做 因为树不会涨到天上去 要记得好不好 好 大盘 为什么跌下来 去年就这样跌下来 看懂吗 这张图是去年的8IP 去年就这样跌下来 所以你不可能看不懂 但是很多人看不懂 不要说很多投资人 很多老师都看不懂 分析师都看不懂 转空了都搞不清楚 然后就傻傻做多 到现在还在做多 每天都喊多 只有一招 每天就喊股票 每天都喊股票 乱喊一通 这样不对 最后就会受众伤 心善之人 感知眼 嘴甜之人 藏迷间 像我觉得 我就是一个心善的人 所以解盘转空 我就跟你讲转空 可是我讲这样 很多人可能会不认同 因为你正要往前冲 买多单 大家懂就懂 你不要往前冲 前面有危险 你又不高兴 你走开 我去往前冲 等受众伤 你再回来找我 钱也输光了 有一个投资人说 老师我钱输光怎么办 你钱输光赶快赚钱 你跟我讲干嘛 你连我节目都不要看了 你都输光 你回去工作 还要把钱赚到 你才有资格 不是吗 你钱都输光 又是什么好讲的 没有用了 谁会跟你讲直言 你说直言不好听 你可能听了不高兴 心善的人 他才会跟你直言 直言是 忠言逆儿 对不对 嘴田之人 常民一间 每人都跟你讲买股票 好啊 这股票都好 你看你的股票套好 不是因为这样来的吗 好不好 好 所以去年高典 詹敏有没有跟你讲 有啊 大盘要开始以天涂隆 电子股要开始以天涂隆 去年东升画面 有啊 212 所以詹敏有没有讲 当然有啊 我昨天没讲 有啊 我有讲 有没有 如果要反弹 赶快离开 能离开赶快离开 不要算你损失多少 算你能留下钱有多少 这都是我去年高典给你讲 有没有 有啊 你看 有啊 真的有讲 3128 确实有讲 好 南电 跌下来72% 多少人在这种股票上面 赔了大钱 这也是法人最喜欢的股票 对不对 ABF三雄 结果呢 有啊 詹敏有讲 212就讲 去年212 一年多前就讲 跟你讲转弱了 不是今年 去年就讲了 去年讲才能得及 这样才能避得开 所以其实很多股票 重量型的股票 转空我都有讲 好不好 不是鬼扯的 为什么 看到了吗 这格局不对了嘛 可是你看不懂啊 你就营收创新高 营收创新高 然后SATA追 对不对 最后呢 有啊 我一整年都跟你讲 ABF不好 我跟你讲 货柜三雄不好 信不信随便你 最后印证我讲的是对的 没错嘛 2021年7月 我跟你讲 货柜三雄不好 有啊 这2021年7月 最高点 好像最高点 天啊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最高点就7月 最后跌下来 你看7层8层一大堆 2万6千元组织就会 所以一定要把方向看对 趋势看对 中间的小震荡 没什么 不用在意那个 懂意思吗 分析是如果得到好名声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好名声 这就是我最在意的 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市场 甚至我的子孙 你要问我儿子 你爸爸在做什么 我爸爸以前分析师 讲到名字 那些烂咖 子孙多没面子 讲到那个分析师谁 你爸谁 张语明 张语明不错 非常好 儿子多面子 对不对 差不多来台北 我就带他去吃个东西 你怎样认识我 甚至跟我 我可以跟你握个手吗 你去年讲很正确 那我避开很多风险 我用这个东西跟你握个手 我会在旁边看说 爸爸你好厉害 跟你走在一起好我面子 我说我一直都这样 我们把良心要照顾好 这个最重要 把名声要照顾好 不要留坏名声给后代 那什么是名声 能够得到好名声 心善 心怀善念 诚信待人 品行端正 良心干净 不要黑钱也要拿 什么钱都要拿 嘴巴乱骗 得了都是二元 解盘讲不准乱说 六百块老天理 又不是害死一堆人吗 那怎么会有好名声呢 不是吗 好不好 好 宁可拜错神 不要跟错人 跟对牌 赢一局 跟对人 赢一局 所以人非常重要 尤其在股市里面 选错人 可能一生财务都化为乌有 你在股市中每一份 每一次错误都要缴学费 那要怎么样 要准备心态 减少错误 跟赢家学习 才能迈向成功之路 懂意思吗 找到最有 对的人 就是成为赢家 最有效的方法 你要成为赢家 找到对的人 不要乱哏 好不好 请搜寻 加入有问题发生 记得留下电话 赢家学习会快速回答你 现在要听卷 好 那么更多操作的监管 后来继续再请张一银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掌点密码 我们这把时间交给张一银老师 好的 今天IC设计的龙头联发科 一开盘 灌破700 现在695 非常可怕 来看一下 开盘就灌破了 700块直接跳空灌破 非常可怕 这转空一个多月了 对啊 那今天不是在两个月低点吗 所以如果你转空不跑 有天突然灌破 哇 早就跟你讲转空了 参名也不是没跟你讲啊 我解盘这一个月 你看我讲到联发科 一定跟你讲转空 对啊 转空确实转空 现在股价跌破两个月低点 你再来后悔莫及吗 说这边 那为什么你高点不跑呢 转空你为什么不跑呢 你就赚这两块三块 五块八块很高 一天碰跌下来 两个月筹码全部套牢 那就后悔莫及了 不是吗 好不好 联发科是去年6月23号 这个807出息的 现在700块都没有了 那你想想看 这一段有多少 你配72块有什么用 根本没办法填息 6月到现在4月 再差一个多 不到两个月 就已经要怎么样 一年了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买联发科出息 到现在赔时 好不好 所以股票涨跌 一定有迹象可循 有吗 你刚刚不是看了吗 联发科难道没有迹象可循 它突然转空了吗 没有啊 早就转空了 只是你不相信了 有点跌下来你就后悔莫及了 懂意思吗 所以很简单 包含去年一样 这张图去年10月3号 天哪 这段跌46% 那你觉得它没有迹象可循吗 有啊 这么多卖出去 那你为什么去买联发科 不是吗 那这样很简单 你钱就赔光了 一赔46% 一赔五成 很可怕 对不对 抱着错误观念中股票 你的循环就没有结束 你现在犯错 以后还会不断的犯错 每年每季不断的犯错 那最后把你的财富不断的蒸发 当你钱被少 你的压力就会变大 你脚步就会变乱 你会非常非常痛苦 身体都一身病都来了 装业一样 这空头格局 不要说我没讲 上面很多卖出讯号 这格局已经不对了 资源也是一样 这格局完全不对 一大堆卖出讯号 三线架构破坏掉了 创委也是一样 这格局不对了 卖出讯号压力没办法克服 爱普也是一样 慢慢的二三线转弱了 已经反弹一波 到这已经开始转弱了 不对了 M3L也是一样 跟创意 跟那个联发科一样 低线开始转空 你没有察觉 碰掉下来就两个低点 所以不要说我没讲 M3L 好 金利克也是一样 这格局都不对了 去年10月13号的图 为什么会压力这么沉重 对啊 为什么卖压这么多 那你为什么去买这种股票呢 有个投资人说他买了 这个请收 快哭了 跌六成 为什么 这格局都不对吗 你怎么看不懂 这爱民有没有讲过 有啊 我讲过很多次 一定有讲 不是吗 周线一样 到现在都还没翻多 到现在还没修正好 所以你看这样一下来 超过一年的 都还没有修正完毕 这一段六成 66%你看多可怕 趋势最大 一定要顺着趋势操作 顺着趋势走 财户一定有 长线才能保护短线 借力实力不费力 这是股票基本操作原则 你看这段跌六几 你就完蛋了 懂意思吗 大盘的格局 你看去年这样跌下来 6000点 不避开吗 不避开就完蛋了 顺着趋势做的人 永远是股市里面 最轻松的赢家 懂意思吗 乌云密布 打雷下带 这是让人落汤气的过程 所以看到乌云密布 卖出现要赶快跑 很简单的道理 残缺金融知识 如果自己而当作宝 用一生的财务来换教训 好 年大台对不对 不对 转空了 高档出现卖出现 神准这都不对 时间关系讲不完 连电这个都不对 一金光 如虹 这都不对 所以时间很简单 股市里面 你要成为赢家 最小码找到对的人 懂意思吗 小老鼠A 2500 6999 这是我大理码 你可以收信加入 有问题发言 记得留下电话 把时间交给听捐 好 非常感谢来宾 飞小婷 观众朋友 老本公司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家证券 有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省深评估 并且支付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